在住宅区开设参者馆或是饮酒场所的业者们要特别留意了 北市环保局率全台之先 即日起在住宅区的晚上十点到隔天上午八点 禁止业者播放音乐 妨碍到社区安宁的商业行为 如有违规的话 将依噪音管制法要求改善 还可处三千到三万罚还 北市东区巷弄 各种饮料 美食 特色小店伶俐 也是不少民众下班后小酌一下的好去处 但是有不少位于住宅区的餐酒馆 饮酒场所 深夜噪音容易会影响到住户 北市环保局统计 今年一到十月 餐饮业噪音陈勤一千五百七十一案 其中八百九十七案在住宅区 这当中有超过八成 属于第一二类噪音管制区 包含住一住二住三 所以环保局修正规范 晚上十点到隔天上午八点 禁止在住宅区使用扩音设施等设备 播放音乐而影响安宁的商业行为 民众可以透过一九九九来检举反应 那我们机察人员都会去现场确认 一般检举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检局 会留多一点的资讯 或留些电话 我们机察人员可以跟你去联系 规范中给管制使用吹液机 进行环境清洁的作业时段 地方里长表示 由餐酒馆的噪音成勤时 业者都会配合改善 但是有部分客人的音量较大 会进行宣导 而业者如有违规 将依法要求改善 并可处三千到三万罚还 记者曹燕俊陈信龙 台北报道